好 來 林彈 好 我來講我的 豬狗 好 因為我其實拉拉隊已經跳了10年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我要就是開個副業 然後就是 投資一下自己 對 我那時候剛開那個餐酒館 但其實我對於餐酒沒有什麼特別的經驗 所以我是相信朋友這樣 然後也是拿出了可能幾百萬這樣子 然後我們五個股東 一起去投資這個餐酒館 然後可是因為我不太懂 所以可能 兩個大股東呢 可能有多付比較多錢 然後後來他們兩個吵架 就吵架之後另外一個被踢掉的股東 可能這後面有來檢舉我們 所以我們又 心生怨恨 對 就是會多付一些錢 然後想說 算了算了算了 用錢解決就好了 算了就是 後來就和好就沒事了 這是一筆錢這樣 然後後來呢 因為剛開始開店的時候 一定要找一些網紅藝人來 想說幫忙宣傳這樣子 所以也是我們自己自掏腰包 花那些什麼食材費 然後什麼 請大家幫忙宣傳 發文費 什麼之類的 又是一筆費用 然後後來 又遇到了疫情 因為其實這是兩年前開的 所以那個時候 疫情三個月的時候 完全就是大虧特虧 當然 對 那時候是餐飲業 就是都非常慘的時候 然後光人士成本什麼的 都是花很多錢 後來疫情過後 開始慢慢穩定了 想說 每個月開始終於 有慢慢回收的感覺 有慢慢有開始有分紅 就是有幾千塊這樣子 拿到這樣子 想說滿開心的 終於可以就是慢慢回本 後來我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繼續做 結果後來 我們的冷氣啊 什麼管線啊 就突然什麼結霜 然後就要重修一個冷氣 然後屋頂啊 也突然漏水 整個大漏水 然後又要再修屋頂 然後廚房的水管 也漏水 整個那個地下室 變成那個水連洞 就是下雨下雨下這樣 又要修 然後我們廁所 整個就是被客人 因為有時候喝醉酒 會亂吐嘛 或是可能亂踩之類的 所以有些那個馬桶會壞掉 就被客人 要踩上去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喝酒的人就很恐怖 對 而且有時候我們 因為我們店裡 外面有那個魚池喔 就很漂亮那種魚池 是當然沒有 沒有要塞進去 有魚然後烏龜 就是烏 他們都變成嘔吐石了 天啊 好可怕喔 就是我們都要 多花那些錢來清理這些東西 然後大概就花了20萬吧 這些總共Lilycoco加起來 我想說哇塞也太衰了吧 想說怎麼都還沒開始賺錢 就一直在付錢 然後有一次我一個好朋友大戶 我想說他要整間包下來 說什麼今天要來包場啊 然後什麼開最貴的酒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想說好 那我今天就是要好好社交一下 跟他喝個幾杯 我這樣就可以多賺一點錢 然後結果後來他喝到後面的時候 就是因為壽星可能太High了 所以他整個也就是太瘋狂 太ㄎ 然後他的朋友也是跳到什麼桌子上啊 然後亂踩亂踩 然後杯子碎滿地 然後就是整個那些東西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收費 因為想說他花了這麼多錢 後來我們有個那個DJ台 因為那個DJ台 DJ台大便 然後去魚池 他直接把那個酒就是不小心亂灑 灑到DJ台 對 然後DJ台直接報銷耶 天啊 我就想說怎麼辦 對 那個花了五萬 然後再來就是受傷這個 受傷 受傷這個我也覺得滿恐怖的是 就是我有參加那個Youtuber運動會 然後那時候是蔡阿嘎舉辦的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比賽 跑步的比賽 然後你要在身上綁東西 可能有些人是綁輪胎啊 然後有些人是穿一個很好笑的玩偶 跑步要跑過去 然後那時候剛好抽到的是輪胎 我就在我身上綁這個輪胎 然後同學要在前面跟著跑 然後我們要看誰就是最快跑過去 結果我就跑跑跑跑跑 因為同學衝太快了 結果我就這樣啪 跌到 然後那個輪胎的那個線啊 它原本是在這邊嘛 然後慢慢到我脖子這樣 所以我真的有點被拖醒了一下 這樣被拖醒 然後我那時候嚇死 因為全場人尖叫 然後我那時候剛好就是這邊 就是直接這樣被拖 然後整個大脫皮 被摸在地上 因為如果那個同學沒有停的話 你就回掉了 我可能就脖子分離了 因為那是真的很恐怖 那個力道很大 因為它跑太快了 然後我在後面 然後我們是綁一條繩子的 對 那時候是真的好險就是 大家有叫他停下來 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我會怎麼辦 對 然後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是這一輩子最難受的一次 就是我那時候用電熱毯 然後我發現我沒有 你被電到喔 你被電到喔 你被電慢了是不是 不是 我電熱毯 然後我就睡一睡一睡之後 其實我有一點被燒到 但我沒有發現 我的大腿被燒到 後來 太熱了 對 太燙了 然後我後來穿很緊的褲子去運動 因為我們女生就很喜歡 穿那種很緊 Begging 想要就是拍個照這樣子 然後我說奇怪怎麼那麼痛 怎麼那麼痛 後來我回到家發現我的大腿後側 直接騎了一個超大的一個水泡 然後後面它就變燒傷 妳咬起來 沒有 超大的 超大的 我已經用黑白照 超大的 原本更可怕 我有用黑白照 這好像那個 好像那個顯微鏡的 超痛的 我一天要吃六顆止痛藥 我才睡得著 天啊 我現在還在 等一下 我不敢看 我現在還在 但我已經就是 在哪裡啊 我說我花錢是因為我要打雷射 然後我要去看醫生 然後又要出發 然後其實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除好 就是到現在還是 真的耶 髒口 好深喔 好大喔 好深耶 很大耶 就一直在想怎麼辦 因為我其實除發也沒有辦法 完全除掉 對 除非可能就是刺青之類的 我知道妳刺什麼 妳刺蝴蝶 就上風飛的 好了 你們要聽專家的 好了 就給他第一名吧 我是覺得 快捷了 留給他的 好可憐喔 但是妳只有兩顆心而已耶 我自己給自己兩顆心啦 因為我想說 因為他很樂觀啦 很樂觀啦 今天都很樂觀 因為我覺得 就是至少沒有用到臉還怎麼樣 我那時候就想到說 我這麼痛喔 我一天吃六顆子痛藥 那那些八仙塵爆的人 怎麼辦 我就覺得他們很辛苦 看到他這樣 真的還是只能給他第一名 然後 真的假的 不行耶 不行耶 不行 我跟你講 我 沒有 我要跟你講 不是 你的建議就是 超可怕 是 習慣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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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要二十九歲了 我要逢舊了 一般來講是 男生逢舊比較不好 女生逢一 一喔 對 女生逢一 是喔 但是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屬狗朋友呢 是二零二四年 是正聰太歲 完蛋了 對 正聰太歲的話呢 有一個心要大號心 大號心呢代表就是 會一直拉肚子 有 有可能啊 出去玩也容易會有一些 因為健康引起了破財 喔 所以出門在外呢 你也不要去好像 就扣誰 該買保險一定要買好 然後大號心就是一個 大破財的意思 告訴你呢 你不要再亂投資了 然後呢屬狗朋友呢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很執著 例如說 假設你這個事業 正在賠錢了 你就想說 不會吧 我不相信 我再試試看 然後可能就會有加碼 如果你像有這樣的 一個想法的話 奉勸你不要再加碼了 但你是不是又最近心投一個點 對啊 怎麼辦 怎麼辦 他最近 我前一天看到他發文啊 對啊 我最近才剛投耶 可是還沒2024應該還好吧 好 所以 不行啦 很快耶 你投進去就已經要2024了 我現在拿回來 我現在拿回來可以 來得及嗎 我覺得要做斷蛇禮 或者是你的持股比例一定要降低 為什麼呢 因為2024年對你來講 這顆大號心呢 告訴你就是說 如果你很執著 你一直逆天而行 我們常講我們要順勢而為嘛 順勢而為就是說 不管在逆境還是順境呢 你順勢而為 其實你會把好的會更好 傷害降到最小 還是你就是幫民安 你就是 農家一定要費 你復活 復習復習復習 復習復習 對啊 人家女生是我這樣子 對啊 全球時尚 一手掌握 女人我最大APP 你的隨身美麗秘書 從化妝密集到穿搭技巧 讓達人對你蛻變 過年打開APP 掌握開運穿搭 交桃花妝容 還有最新的短影音 一滑就上癮 搖搖 欣喜行李專為你設計 可以下載 開啟您的時尚生活新片章